抑郁症的有个典型的3D症状 所谓3D症状的话 就是情绪低落 思维迟缓 精神活动减退 那么情绪低落的话 会觉得没有愉快感 体验不到快乐 觉得没意思 觉得很空虚 觉得很悲伤等等 那思维迟缓的话 就觉得脑子反应很慢 想一件事情 想不起来 然后记忆力也很差 运动迟缓的话 就是在这种思维缓慢 心情低落的情况下面 它的行为上的表现 可以表现在 精力差 容易疲劳 不想动 不想活动 不想做事 那么除了这个典型的3D症状以外 还会有一些躯体的症状 有的时候 比如说头晕 头痛 等等这些 也可能是因为疑忆而引起的 那么这个表现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诊断一个 抑郁症的话 就是这个症状的表现 至少要持续 两周以上 才说它达到抑郁症的 这个症状的标准 症状持续时间的这个标准 那么具体的话 就是这个表现的话 我们也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工具 它是反映这种抑郁症的 九个症状里面 符合五条症状 就是说你达到抑郁症的症状的标准 比如说心情不好了 兴趣降低了 精力下降了 睡眠方面的问题 可以表现是四岁 也可以表现是失眠 食欲方面也可以表现的是 吃很多 但也可能是没有食欲 还有责备自己 自责 还有思维缓慢 还有注意力的专注困难 还有自杀观念 这些都是属于抑郁症的一些 在思维情感和行为方面的一些表现 那么这些症状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自己感觉到痛苦 就是说达到了一定的严正的程度 符合有这些症状的表现 持续两周以上 然后达到一定的严正的程度 没有其他的原因 而导致这样的一些症状 我们就说它是符合抑郁症的 诊断标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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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